Hello,大家好,我是Soye 如果你是男士,不用担心 就看看这条影片会否有什么都可以对你有用 现在在加拿大的女士 很多都有很高的学历 而且她们的工作能力并不会给男士讯息 甚至有更高的成就 我更加懂得有一些在大公司做高层 甚至做自己的生意 而且我们很值得proud我们的地方 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崗位 我们一定会花足120%的时间和精力 全力同时去兼顾家庭和事业 不过同时我们也有弱点 通常都是搞到自己没时间 不可以好好地坐下 帮自己做一个好的财务安排 以及做一些全面的理财计划 导致我们很容易扬成不良的理财习惯 例如去跟风做了一些短线高风险的投资 又或者听了一些负面传言之后 他们就会很避忌保险 没有花时间精神真正了解一下 如何可以利用保险 令到他们有一个全面的理财计划 又或者一些就是保守的朋友 他们就很努力地赚钱 不过赚到的钱就留在saving户口上 所以今天我会透过这条影片 和你分享一下 如何可以提高你的理财智商 让你将来有能力分析 什么才是一个全面的理财计划 以及当你分配你的budget去做投资的时候 你会知道首先应该放在哪些地方 还有就会告诉你 如何管理和优化你的个人信财记录 让你做好准备 随时有好的投资机会 你就不会失去这些机会了 还有就是 如何可以帮你自己设置一个财政安全网 让你可以保护好你的家人和事业 其实现在社会有两种极端 有一群人找到钱 但为了不想亏钱 就把钱放在saving户口里 想着这样就最安全了 而另一群人 就觉得自己这么辛苦运钱 要好好享受 于是买名牌 以及做一些高端的消费 其实我不说你都知道 如果把钱不停地存起上来 表面上好像很安全 实际上已经在亏通胀了 即是你存下来的钱 会慢慢失去竞争力 而另一群人 可能上班太辛苦压力太大 他觉得要补偿心灵上的缺失 于是乎用消费的方法对抗压力 其实 说到底 这两群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 没有梦想 因为他没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 想去进发 所以他都不知道钱应该怎么用才好 如果长时间保持理财习惯 久而久之 他们会觉得非常舒服 而且很有满足感 因为不做就不错 不需要冒险 很怕做任何的投资或改变 其实无论是理财习惯上 或是心理层面上 令到这个人渐渐地 更加不想接受新的事物 这些不单止不是好的理财习惯 而且也会养成一些不好的心理质素 其实不是纯粹想成功的人 才需要付出努力和时间 随时锻炼好自己 任何时候都准备任何挑战 或者保持竞争力 即使今时今日要在社会上生存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保留一定的危机意识 而且不停寻求突破冲破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我就会说 当你去分配你的budget的时候 还有你记得把你部分的收入 先拨出来投资在你身上 包括学一些新技能 新知识 可能有些新的理财知识 以及投资时间和资源 去保养你自己的身心灵 因为有好的身心灵 你才能做到一些合理和适当的决定 包括理财的决定 还有我鼓励你 多些去认识一些会鼓励你进步的朋友 好的朋友的确可以帮到你很多 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就是不断地为自己创造自身价值 无论你想做单身贵族 或想做上夫教子的homemaker 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加欣慰地面对和解决 其实在2007年有一项报告 显示出有54%的女士表示 自己的信贷记录或信贷评级 有下降的趋势 可能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又或者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 以下我会分享几点都可以帮你解决 或者提升你的个人信贷记录 首先你就要定期检视你自己的信贷记录 去找找有没有什么原因 导致你的信贷评级被降低 例如会不会有过度的消费 又例如会不会有不良的还款习惯 太迟或太早其实都不是一定好事 又或者会不会有一些信贷记录 其实是不属于你的 而你又不知道呢 又或者你是已婚的 或者联名地和别人有贷款户口 或者credit card 又或者你做了别人贷款的担保人 这些都有机会影响你的信贷评级 因为联名的话 记录可能会发生在两个人身上 亦都可能在其中一方身上 你就要查清楚 如果你真的有这些户口 我会建议你争取主动一起管理这些账户 你可以知道这些账户里面有什么活动 亦都可以同时互相鼓励和监察 好好使用这些户口和贷款 以及指派其中一方比较有记性 又有责任心的人负责还款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们更有效率地建立你的信贷记录和信贷评纹 如果你是没有个人的信贷户口 我都建议你自己建立一个户口 是个人的 以自己的名字 可以是信贷户口 亦都可以是credit card 一方面可以方便你自己去管理你自己的消费 以及养成你自己理财的习惯 而且这样也可以帮助你自己建立你独立的信贷评级记录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有好的理财能力 其实你可以成为伴侣的最大的鼓励 鼓励他们都去建立一个好的理财能力 其实是win-win的 这样就可以加强你们整体的财力和将来的合作性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提升你自己的信贷评纹 或者如何管理你自己的信贷记录 记得看我之前的影片 里面会有更详细的方法教你怎样做 其实现在全世界 特别在加拿大 很多人都会投资物业 有些人想投资物业搬进去 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自己住 有一部分人会说 我想做投资 将来可以有收租的回报 其实的确 投资物业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一个Live Event 一生人可能只是做一次 所以你必须要慎重考虑你个人的条件 然后以定一个周长的计划 不过我觉得你的心会想出买楼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会成为你的新目标 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帮自己好好地计划一下储蓄 并且投资的方案 帮你尽早达成这个计划 以我为例 其实我在Teen Age时就已经想买楼 所以我一早就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不过那时这么小 谁懂得投资 所以我已经曾经犯过 之前我说的错误 就是一美储蓄 当时我盲目地 将我五成至七成半的收入 就存起上来 不过这么小 其实储蓄得多少 其实我之前在我的Fire影片也说过 储蓄额50%至75% 其实是帮助你如何早退休的其中一个储蓄方法 不过当然你也要灵活地运用这个方法 而且不单止我不知道如何去储蓄 我更不明白原来买楼 我需要考虑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包括究竟我有多少还款能力 究竟我够不够现金流 还有就是买楼投资实际需要的时间 需要放多久 由于当时我打算买楼自住 所以其实到我真的存到那一笔首期 开始买我第一层楼的时候 我才发觉大事了 因为完全没有考虑到 刚才说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搞到自己差点连饭都开不了 但是因为买楼是一个长线投资 你说涛染油没得那么快 所以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后来我就想 既然这么辛苦 不如将间出租 如果你真的想着投资物业 用来出租的话 其实也没问题 不过你就要考虑 你应该买哪一类型的物业 因为要看看你投资的成本 以及你要知道 你的出租物业收租的回报率 究竟是否合理 你管理的时候需要花多少成本 究竟是你自己管理 还是请管理公司帮你管理 等等这些问题 你都需要考虑清楚 当我们要投资这些大型的投资项目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有partner 而你又做了我刚才说 一早提升了你partner的理财能力 并且他的信贷能力 你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做这类型的投资 但条件就是你要两个人 都有这种财力和贷款能力 就可以更加轻松了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做这类型的投资 我都会建议你会找一些专业人士 去取得多些意见 做分析 然后判断后 适时地去作出行动 你做任何计划都好 你记得帮自己做两手的准备 做这些投资的时候 你是抱着一个进取的精神 但你同时需要有一个backup plan 万一你进行投资的计划当中 出现任何你未能预期的状况 你都可以有一个缓冲区 今时今日作为一个女性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积蓄 以及有一个自己的投资的portfolio 不过无论你是男士或女士 任何的portfolio 都不应该过分偏重在某一种资产类别上 即是说你又不应该把所有的投资 放在房地产上 而你的portfolio是必须要diversify 即是说你需要分散投资在不同的地方 按照你自己的风险承受程度 然后选择合适你的资产 放在自己的portfolio里面 而你更是不应该一美去做投资 你需要拨一部分的budget 放在建立你自己的财政安全网上 我说的财政安全网就是保险 其实有一项研究发现 原来加拿大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并没有保险的计划的 最主要多数的原因都是 自己太年轻了 都未是时候 没有那么需要 又或者说 我不如把钱放在其他地方更好 又或者有一部分人说 我都找不到一个好的保险经纪 我好怕被骗 首先我们要了解 到底买保险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其实有一份保险的话 它可以减轻当我们出现意外的时候 那些为我们带来的不确定的冲击 让我们可以有额外的支援 让我们有承受能力 来度过危险的难关 女士更应该为自己设立保险的计划 虽然我们女士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 的确是特别忍得的 不过亦都无奈地 我们的身体是比男士更早 更容易有些险性的不息所出现的 而且近年情绪病 更加是现代人的头号杀手 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事 要自己背的时候 很有可能因为处理不了而崩溃 所以如果有一份保障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有一份安心的 我们都听过有些人说 我不用花这个钱了 因为我公司已经有group plan 我还需要自己另外买一个保障 其实我就要告诉你 不知道你对上一次 看看你自己公司的保障 究竟保你多少是什么时候 很久没做过 我提醒你现在去做一下 因为大部分人寿保险 在这份group plan 都是很有限的 而大部分group plan 其实都不包括危险保障 而且这些 plan 只是限于你仍然是这份工作 帮这间公司打工才有这个保障 你是不是可以保障 一世都不会转工 一世都在这间公司工作呢 还有你退休65岁之后 这个保障就已经不会再生效了 所以建立一套保障 来保障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保险计划 又不是你想象中那么贵的 好的保险经纪 其实它会按照你的收入情况 和你的真正需要 去帮你度身定做适合你的保险计划 而且应应应你的生活转变而 帮你去调整或者更新你的保险计划 这样的话 当你面对一些很严重的人生挑战的时候 这份保险就可以成为你最好的安全网 来保障和保护你的家人 免得你的家人去承受这些 不必要的突如其来的经济压力 你要记住 要买保险的话 越早买越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价钱会更好 而且你的成保的门槛会比较低 而且你也可以用低的价钱 买到更高的保障 如果你想了解加拿大的保险计划 又或者想找一个人 帮你去分析一下 你现在的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 如何做一个最贴身的计划 你可以用下面的链线去联系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免费的咨询 经常性会有很多朋友或客人 在他们做投资或财务决定之前 都会过来向我做一些咨询 问我一些意见 如果你刚刚来到加拿大 想了解多些加拿大的理财资讯 又或者你已经在加拿大一段很长的时间 想帮自己设立一些理财的目标 退休计划或遗产全成策划 我都欢迎你可以利用下面的连线去联系我 我会给你一个一次性的免费咨询 帮你分析一下你的情况 甚至可以帮你议定一个个人的计划 下一次有其他的题目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下次见 拜拜